台东基督教医院去年11月开设的健康减重门诊 结合了营养师、糖尿病、胃教师还有减重个案的管理师 组成了健康减重团队 推出了10周健康减重疗程 参加这项疗程的46位民众也成功的甩肉501公斤 王大哥轻松自如的做抬腿以及起立蹲下的动作 但你可知道去年11月他体重有128公斤 经过冬季健康减重门诊的帮助下 现在的他受到了78公斤 足足减了50公斤 而他也表示相比之前的体重连站起来都会觉得腰痠背痛 也因为成功减重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 要轻饮 然后你腰痛、脚痛的部分就比较缓了 没有像之前那么负重那么大 或控制体重就是按照我们减重门诊的营养师 讲的吃的部分 就是吃的部分尽量吃蔬菜、少吃肉 然后补充蛋白 令头换到另外一位蔡小姐拿出瘦身前穿的衣服以及裤子 现在拿出来与自己比对 明显控除非常多 蔡小姐表示生完孩子后 体重破百回不去 就一测血糖竟是糖尿病前期 但固存指数也偏高 于是到减重门诊寻求协助 搭配健康减重团队的建议饮食原则 现在她减掉了37公斤 第一次可以穿L 就是怀孕后整个飙到102 然后生完便103这样 经习惯每天运动跟饮食会挑选 所以就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害怕 对 东京内分泌新陈代谢科医师陈爱华表示 台东县的肥胖人口比例偏高 随之而来的是糖尿病 高血压 心血管等相关疾病 而经过研究证实 只要配合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使用 马体重减轻到7%到15% 就可以减缓或者逆转糖尿病 就是经过这个每个礼拜 他们需要回复体重的过程 就会有一种陪伴跟监督 跟鼓励的这个性质在里面 就帮助他们在整个 其实也不散短的一个减重疗的 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会先设一个减重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一般来说 如果我是希望逆转糖尿病 或者是说去改善这个糖尿病 我们一般会希望减体重的7到10%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目的性的减重 是帮助他们可以改善 他们本来身体的问题 除了血糖 有些人可能是脂肪肝 有些人可能是膝关节退化 太重这些的问题 冬季去年11月开设健康减重门证 结合营养师糖尿病卫教师 以及减重个案管理师 组成健康减重团队 推出10周健康减重疗程 而参加这项疗程的46位民众 也成功甩肉501公斤 记得看这里台东市报道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